现场拉起封锁线 一楼被烧得面目全非 特别是电动车已经看不出原本形状 只剩下骨架 火警过后检察官抵达火场勘验 一楼摆放的电动车成了追查重点 后方电线是否分支 或是延长线无法复合 还是这台电动车本身是一台便宜拼装车 故造有问题 电池坏掉 电池坏掉 回忆当时过程心有余悸 他是住在里面的外籍移工 起火电动车就是他的 他怀疑跟之前电池坏掉有关 现在警消怀疑起火点就在我背后的一楼 不排除是电动机车充电 惹得祸 火事怎么会这么严重 消防人员研判可能跟烟囱效应有关 整栋公寓有一只楼梯 旅门当下怀疑没被关上 加上起火点是一楼电动车 烟囱楼梯往上窜没多久时间 整栋楼就会充满浓烟 那个电动机车好像有点故障 那没电的没电 现在很担心是不是电的问题 引起火警 现在目前还没有确定 那等刑事鉴定组来确定一下才知道 由于公寓内部市一层两房一间卫浴 影响逃生路线 甚至隔间恐怕藏着违剑 火调科人员将持续追查 厘清事实真相 这些我想中枪才过了 本身里还是一个人 做一号方 meats 都会自己 遵徒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